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牙壁会发光 牙壁会发光 那它发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青州市地处山东半岛中部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四通八达 是山东省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 相传 1980年的一天上午 在青州市西南的仰天山 有几个林场的工人 突然看到了一个牙壁 发出金色的光芒 据目击的工人讲 当时天空没有太阳 所以牙壁发出的光芒 十分清晰 光的颜色却金色的 似乎还时强时弱 工人们经过仔细辨认 发光的牙壁 位于仰天山文殊寺的后面 有人说是文殊菩萨显灵 有人说是牙壁 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文殊菩萨的文字 还有人说牙壁发光 在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 而且每经过六十年 就会发光一次 由于发光芽所处的特殊位置 一时间牙壁发光的事 被传得沸沸扬扬 神乎其神 青州仰天山的这一牙壁发光 是以鹅传鹅 还是真的会发光 发光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地理中国设置组决令 前往青州破解这一谜局 青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是古代华夏九州之一 古代的青州 包括泰山以东至渤海的一片区域 其范围远远超出今天的青州市 随着历史的变迁 如今的青州虽然只是一个县级市 但是从现存的横王府市方 范宫廷 偶园 明清古街等古迹 可以看出青州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其历史地位 为了解仰天山牙壁发光的原因 科考组首先来到了 位于青州市区西南四十多千米的 仰天山 我们经过了解 所知 仰天山林场十多年前已经解散 牙壁发光的目击证人已经无法找到 为此我们决定走访仰天山附近的村民 你们好 我想问个事 听说你们村子附近的佛光牙放光 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我都觉得要不像是是是是 好像是被灵活的动物 灵活的 山山放光 烂木头多年以后不来 烂木头不来 它那个丁度丁度丁度 它成为一种佛光 我去青岸 我去修士的时候都能看着了 你小时候也看见过 有两年下的山后做吧 往东上一看就是 底下的那个花 没得来花了花东 它本来就一层不点了 它就想起来能花东 还会动的 能动 照周围村民的说法 似乎仰天山崖壁发光 确有其事 但是大家说法又各不相同 村民告诉我们 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 对仰天山崖壁发光的现象 进行过研究 为此我们找到了冯丰明 冯丰明 作家 文化学者 青州文化馆原馆长 长期从事青州历史文化研究 代表作品有 冯丰明解密笔经兆 和青州古代严格简石的 通过长期研究 冯丰明发现 仰天山崖壁发光 并非以讹传讹 而是确有其事 因为它在青州市博物馆 找到一本叫 《崇雅唐吉》的古籍 里面有一篇文章 对佛光崖发光 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朔 佛光崖放光三日 夜则穿越两垂 色鸣如银 昼则映日原下 药如金 虽然这本古籍真实存在 但是仰天山佛光崖 却如古籍中描述 连续三天发光 而且是昼夜不灭吗 对此 科考组将信将疑 冯馆长告诉我们 当地老百姓猜测 佛光崖发光的原因 有两种 第一种可能是 有萤火虫或者银石矿 导致佛光崖发光 因为这个据目击者说的 描述和古书记载 都是萤光 第二种可能是 人们传说的佛光 因为佛光崖前面有文书寺 旁边还有一个金佛洞 这佛光崖发光应该和文书寺 千佛洞有关 而且当地人还说 这佛光崖还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就是每当佛光崖发光的那一年的8月15 千佛洞才能够看到满月 其他世界的千佛洞是看不到满月的 这又是真的吗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每隔60年 牙壁发出异光 千佛洞内出现满月 这是传言还是劝有其事 佛光牙之谜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张祖露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自然地理 地质地貌学教学 以及区域环境变化 等领域的科学研究 为了破解佛光牙发光 和千佛洞的谜团 我们特地邀请了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 张祖露 前往青州仰天山 实地科考 科考组去车一个多小时 赶到仰天山文书寺 张教授说 在自然界中 银石矿 或者含有林的生物 都可能发光 2014年1月的一天 在马尔代夫的一个海滩 就曾经出现了 绝美又奇妙的一幕 无数散发着 幽蓝色光芒的浮游生物 随着浪花冲在沙滩上 如同满天的繁星降落 又像萤火虫一番 这些美丽的光点 知名是多边蛇甲枣 属于枣类的一种 当受到海浪拍打 等外力压迫时 它们就会像萤火虫一样 发出亮光 我们国家南京的紫金山 也有萤火虫的美景 每年夏天 当夜幕降临之后 数万只的萤火虫 就会出现在山林间 流营飞舞 如同一条闪烁的光带 令人叹为观止 目击者说 佛光芽发出的也是萤光 那么光源是萤火虫吗 经过现场勘察 张教授没有发现 萤火虫生存的痕迹 而且如果是萤火虫发光 在夏天 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 都可以看到 而佛光芽的发光时间 只有两三天 因此可以排除 萤火虫发光的可能 不是萤火虫 会不会是佛光芽的 岩石中 含有银石矿呢 如果岩石中 含有大量的银石矿物 银石在太阳光的照射下 它会吸收一部分的能量 到晶体里面 到了夜间 没有光线的时候 银石矿 给发出萤光来 佛光芽发光 是因为岩石中 含有银石矿吗 银石矿一般都是热液 侵入到石灰岩里边 焦烈以后 发生焦烦 焦烦以后 形成一种热液性的 侵入的这种 焦烈矿场 这是银石矿的 这个形成的 成银 那么热液就是 从银银活动里边 溢出来一些热水溶液 溶解了大量的矿物 成热 那么其中一些 含浮的 化合物和 碳酸钙交换 也会形成什么 浮华钙 这就形成了 所谓的银石 这种矿物 这就是银石矿物 会发光 对 发光 这儿看不到 这儿附近 现在目前没有 养银山上 没有发现什么 热液银银活动的 明显的痕迹 佛光崖的 岩石层中 没有银石矿 那么 发光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为了破解 这一谜团 科高组决定 扩大考察范围 前往 佛光崖附近的 黄谷顶地区 进一步考察 因为黄谷顶 和仰天山 地质环境 十分相似 都属于山顶 融石 挖地地貌 青城年代 距今大约有 五亿多年 黄谷顶海拔 八百一十四米 山顶高出谷底 四百米左右 当然你看 这个牙的 看不清 我从这个 外观上感觉 跟我们看的 那个佛光牙 无论从颜色 或者从那个层里 有点相似 它们两个 岩性应该是一样的 都是属于那种 后层的石灰岩 崩化以后崩塌 包括你看上面 跟它那边 像佛刊 对 顶的 那个梁 这都很相似 因为都是石灰岩 都是石灰岩 城里和在街里 崩化 垮塌 它就生成这种 岩壁 都很相似 都很相似 经过现场考证 张教授发现 黄谷顶和仰天山的 岩性相同 而且发现 黄谷顶含有 丰富的磁铁框 张教授说 磁铁框可以吸收 太阳光带来的 发光粒子 当具备特殊的 天文条件时 富含磁铁框的 岩石就会发光 张教授再次回到 佛光牙 对岩石进行检测 发现 佛光牙 也含有 丰富的铁元素 对此 中国地质科学院 教授邱小平 是有相同的观点 那么山东青州的地方 地下有很多磁铁框 很多铁框石 如果说 佛光牙下面 有规模巨大的 这个磁铁框的矿场 那么磁铁框可以吸收 这种太阳风 带来的这个宇宙粒子 邱教授说 佛光牙的磁铁框 吸收了太阳光的 发光粒子 当发光粒子 聚集到一定浓度 遇到特殊天气时 就可能出现 发光的现象 如果磁铁框 吸收太阳光的 发光粒子 遇到特殊天气 就会发光 那么 为什么仰天山 乃至整个青州地区 都含有丰富的磁铁框 只有佛光牙 出现发光现象呢 因为佛光牙 整个是像一个 凹变镜一样的 一个 像你凹的 一个 一个 巨大的岩石面 它就像我们 光线上的 一个凹凸镜一样 它有 激光和 激进能量的一种作用 由此看来 佛光牙发光 可能是由于 独特的扇面地形 而且富含磁铁框 当岩石聚集的 发光粒子 到一定浓度 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 就可能发光 专家经过现场考察 推测佛光牙 在特定的条件下 有发光的可能 但是 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佛光牙的 银石发光 还需要出现发光现象的时候 实地考证 才能够得出最终的结论 说到这儿 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当地百姓有一个传言 每当佛光牙发光的那一年8月15 在千佛洞能看到圆月 这两者之间又逼人联系吗 千佛洞的洞顶有一个列系 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天窗 这个天窗的大小是不会变的 那么为什么不是每年8月15 都能够看到圆月呢 这个现象真的和佛光牙发光 有关系吗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会发光的牙壁 60年一日的新活动满月 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自然奥秘 佛光牙之谜 比米公国正在播出 千佛洞位于佛光牙的左上方 和佛光牙相距一百多米 古人在洞中叼到了数百个佛堪 因此得名千佛洞 山洞的中心部位 呈现穷龙式的形状 而且顶部有一天然洞系 如同一个天窗 人在洞中抬头可以仰望天空 白天 阳光由洞系下泄到洞中 如同金色的光柱 有月亮的夜晚 月光穿洞而入 如同一条闪烁的光带 古人称为一窍阳穿 天光下射 仰天山也是因此得名 村民们说 在有天窗山洞中 看到月亮 本不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但是 千佛洞的月亮 有它神奇之处 每当佛光芽发光的那一年的八月十五 在千佛洞才可以看到满月 其他时间在山洞里无法看到满月 千佛洞的圆月和佛光芽发光之间 有必然联系吗 经过现场勘测 张教授说 千佛洞是形成于两亿多年前的溶洞 由于岩石是比较纯的石灰岩 而且层里较厚 石灰岩中的钙被水溶解带走 经过几十万 百万年 甚至上千万年的沉积钙化 形成这种卡斯特地貌的溶洞 那么 洞顶的天窗 是如何形成的呢 张教授我想请教您 像这个仰天山山这个一线天 它从地理上是怎么形成的 它实际上是这个溶洞的洞穴 局部的岩石 提前是空的嘛 就崩下下来了 它形成一个所谓的天窗 千佛洞洞顶的裂隙 是在溶洞形成过程中 裂隙部分的岩石不断地被溶石崩塌 最终局部塌陷后 形成了天窗 对于只有在佛光崖发光的时候 千佛洞才能看到圆月 张教授认为 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那么 为什么不是每年八月十五 都能看到圆月呢 因为这个缝隙 咱们看这个洞 是缝隙不太大 是不是啊 而且呢 咱要看到这月亮 肯定是一定的角度上才能看到它 因为它很小的缝隙 你要看到它必须在这个角度上 对 要是它直视 能直接看到这个月亮 对 月亮是地球的卫星 我以为到地球转 嗯 地球本身也在动 而地球本身的地轴呢 它也在转 直直转道也在变化 嗯 它这个月亮 我以为到地球转的轨道呢 也有一定的变化 有很微小的变化 嗯 因为我们这儿角度是定死了的 对 是这么大 可能 家族年 某一个家族年的时候 中秋 你就看到它真好 是一个满月 在考察千佛洞的过程中 张教授发现 千佛洞有五十多米高 洞深有一百六十多米 这在鲁中南地区 是十分罕见的大型溶洞 千佛洞几乎是 仰天山海拔最高的地方 没有暗河 那么 形成如此大的溶洞的水 是从哪里来的呢 张教授推测 仰天山的山顶 可能有特殊的自然因素 导致了千佛洞的形成 经过一番寻找 张教授在距离佛光崖 五百多米的仰天山山顶 发现了一处相当于 二十个足球场大小的 条状低洼地带 此处低洼地带 生长着北方山顶 罕见的芦苇 而且还有千年古牌树 和俄尔利等珍稀植物 这片在外人看来 普通平常的洼地 为何让张教授 如此异常兴奋呢 这里和千佛洞 有什么关系呢 这儿周边 山顶周边 都比这儿要高 周围都是高 这一块是低 这儿是小山头 为什么形成这么一种生态呢 这就是古老老的地质时期 距今千万年以上 这类是穷人是一个 在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 比较低洼 寝室以后甚至比较低洼 然后形成一个古老的地面 张教授推测 在距今两千万年前 随着地壳 抬升运动 把这块古地面 抬升到现在八百米高的山顶 它不仅保留着 两千万年前的地貌特征 而且长期淤积风化 它表面上形成很厚的粘土层 在八百多米的高山上 如此大面积的古地面 在我国北方极其罕见 它是相当于一个湿地的形状 那是很难得的 这就是一个融石袜地过程中形成的 我们可以从科学上 把它和下面的潜伏动 对 和他们那个洞穴 有什么关系呢 都能联系起来 由于这个融石袜地 长期形成这个融石袜地 那么大量的水 地标水都汇集到这儿 长期在这儿融石 融石的时候 它在和下面深部 它有一些裂熄融石洞穴联系的一起 张教授说 正是由于养尖草的存在 很好的涵养水源 使得这一地区 有较为充沛的水源 形成了独特的山地森林小气候 这里也是华北地区植物种群 最丰富的天然植物园之一 同时也是很多珍稀动物的栖息地 咱们这边是一座天然植物园 它那珍贵的植物比较多 有千年古风 千年国怀 另外呢 还有比较罕见的那种俄尔烈 张教授说 两天山山顶 有北方如此罕见的湿地 和整个鲁中南地区的地貌成因有关 鲁中南地区 大部分是石灰岩古岩蓉地貌 它推测 大约在两千多万年前 鲁中南地区地窍抬升活动明显 城自南向北的抬升活动 山地区的南部 以鲁山主峰抬升量最大 向东向北 山岭逐渐低下 经过长期的侵蚀波石 形成了广大的古地面 而当时 山东的湿热气候比较突出 形成了很多荣石洼地 仰天槽是其中保留下来的 规模最大的荣石洼地 仰天山特殊的石灰岩古岩蓉地貌 形成了神秘莫测的溶洞 高峻齐显的山崖 和千奇百怪的洞穴 摸云固 佛光崖 千佛洞等险峻的山体造型 令人叹为观止 而世代与山为伴的青州人 又巧妙地赋予了 这些奇山异水独特的内涵 使得这些山水 平添了许多灵性 成为青州珍贵的历史遗存 和一道亮丽的风景 经过现场考察 专家根据佛光牙 岩石含有丰富的磁铁矿 以及它特殊的善命地形 推测佛光牙有几种发光的可能 尽管需要在佛光牙发光的时间进行考证 方能得出最终的结论 但是专家在仰天山顶发现了北方极其罕见的湿地 从而也破解了仰天山独特的山地森林小气候的成因 这可以说是意外的大收获 有新的发现 或许正是可考的魅力所在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感谢您的观看